好 我們繼續再來看到這幾天 討論熱度非常高的就是慈濟的慈善基金會執行長 顏博文 他是爆料BNT疫苗的採購秘辛 政府到底有沒有卡民間採購疫苗呢 現在已經成為台北市場參選的攻防焦點了 國民黨的蔣萬安批評政府阻擋疫苗護航高端 罔顧人民 無黨籍的黃珊珊也說不禁疫苗就是害命 政府謀財就算了 但是如果害命真的是不可原諒 但是呢民進黨的陳時中 他氣得反問 我是瘋子嗎 我為什麼要擋疫苗呢 慈濟踢爆去年購買BNT疫苗 遭到中央百般刁難 甚至有政界高層 勸他們別浪費力氣 陳時中面對媒體追問 火氣超大 一場閉門會談 狂噴這種聲音 你講我在擋疫苗 我放在頭上 我這次最大人 我嚇到那個人 那是笑的 你看看我有笑的 到底是誰擋BNT 誰腦袋有問題 網友炸鍋炮轟 指揮中心去年明明說 BNT是大陸貨有疑慮 硬要買原廠的 不就是陳時中自己嗎 中央沒有擋BNT 那你為什麼自己採購量卻掛鈴 我不敢做敢當呢 當時民進黨政府 不就是很高調的 一定要擋下上海復興 有復必帶字眼嗎 我們現在又要通通都要否認呢 為什麼現在又說回去 不敢講了呢 怕什麼呢 大家心裡有數啦 我認為有 為什麼會這樣 美國EVA都夠了 你台灣EVA要省多久 我認為就是技術托嘛 當然理由一大堆啦 各界質疑 蔡政府為了高端才狂擋BNT 民眾黨痛罵 你幫高端謀財可以 但不可害命 有立委那個時候 透過別人的名字 去還沒有爭資的時候 就認購了 認購股票 那時候28塊 後來漲到400多塊 這漲多少倍喔 田徑賺的錢 到明年選立委錢已經有了 紅綠營中保私囊 柯文哲在開搶 連那個波蘭那個立陶宛 都還可以送我們 那麼小的國家 小的國家都買得到疫苗 台灣買不到 我覺得我就要問 8400億跑去哪裡 BNT是民間排除萬難 買來的1500萬劑 如今蔡政府說 自己沒檔疫苗 不知百姓誰會相信 記者余盛行 王志恒台北採訪報導 好聊天室當中 大家熱烈討論這個話題 有看到Lady啊 她說當時大家都有看到 在檔疫苗好嗎 蘿蔔頭也說 為什麼呢 就是要互高端啊 好另外呢 這個問號框框 則是說 你說你沒檔 那麼是誰檔呢 蠻好奇的 好非常感謝大家 希望各位可以持續 加入我們這集的新聞行列 現在有看到陳英泰 還有捷克 羅素梗 另外有看到這個水管檢王桂順 同時呢 還有看到張宏毅跟MNTB303 風無音 孟佩佩趙劍談的加入 謝謝各位了 好我們繼續再來看到 當然發生這個 有沒有阻擋疫苗事件之後呢 其實各方都在討論 我們繼續要來看的是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 這回又跳出來了 她抹紅慈濟是在護航陳時中 同時她痛批慈濟 早就吃了中國大量的甜頭 還說台灣民眾被牽著鼻子走 尊誠正言是上人 一口氣把怒氣宣洩 結果這場不公開的座談 因為麥克風忘了關 真心話全都漏 陳時中動怒了 因此當記者要繼續追問 團隊發言人莊瑞熊出手救駕 力道之大似乎怕問題再問下去 對選情不利 因此不止進審團隊 連行政員都出手 強調 絕對沒有阻擋疫苗 報導內容和事實不符 民間團體也知道 疫苗必是政府提供免責承諾 原廠才可能同意販售 也沒有慈濟人進貨倉 拆布條的情勢 不過慈濟也發聲明 感謝政府依法協助 卻沒否認基金會執行長 顏博文的受訪內容 所以是行政院說謊 還是慈濟在說謊 我想都沒有什麼說謊問題 從來政府沒有去阻擋過 前後任部長終於口徑一掣 但慈濟還原真相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 氣得在臉書連發兩篇文 怒轟慈濟人攻擊陳時中 甘做政治打手令人憤怒 證明這個慈善團體 早就吃了中國大量甜頭 還說社會大眾為什麼要被牽著鼻子 遵乎正言是上人呢 我側翼操作過頭就會變這樣 我相信民進黨從來不想去得罪慈濟 他當初為什麼慈濟出面之後 後來蔡英文會放行 就是因為他也不敢得罪慈濟 那你們真的要去把慈濟抹紅 去得罪慈濟嗎 一定會致死惡果 民間團體力排萬難真正疫苗 解密真相卻無端被抹紅 連慈濟都被打成中共同路人了嗎 一份善心患得無端謾罵 慈濟的廣大信徒又會怎麼想 借過信仰林辰佑台北報導 好剛剛你有看到了 這媒體人周玉寇在臉說很嗆慈濟 有說他們小圈圈自該為嚇人 一般社會大眾為什麼也要傻傻被牽著鼻子走 尊呼正言法師為上人呢 同時他還痛批慈濟是中共同路人 不過對於這個說法 台北市長柯文哲聽到直言太好笑了 因為他說如果沒有慈濟的話 BNT不可能進得來 你覺得中央到底有沒有擋BNT啊 請聽 我跟你講喔 就是這樣啦 有沒有 大家心裡有數啦 不是啊 市長那你覺得有沒有啊 我認為有 你要把事實 實際上的東西說出來啊 我認為有 為什麼 美國EVA都夠了 你台灣EVA要省多久 我認為就是 就是技術拖 當然理由一大堆啦 或是說 當然我也知道 中國復必泰那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啦 在危險的時候 老百姓的生命還是優先 還是比意識型態重要 我是主張這樣 請聽 你提出的過程 怎麼卡你 他要去 要去禁疫苗 就是有一大堆那個 申請程序嘛 那個每一樣看起來都很 反正我也不會講啦 就是 你就是覺得你走來走去 當然當時主要是黃珊珊在負責啦 但是 但是 但是我看那個 那個流程圖就是很困難啦 現在全世界強制要戴口罩 還剩下幾個國家嘛 就大家出來講 據我所知 就中國北韓跟台灣嘛 所以 我們比共產國家更不如更落後 這樣 對啊 還是共產國家裡面 比較嚴格的 共產國家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 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希望大家愛用喔